Hello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游生 欢迎您来到游生为您带来的唐朝服务器生存时间 好的那么上集呢 也是录制可能出了一点小问题 左边会看到一个小小的边框 切一下视角 先来说一句吧 这个南瓜田呢我已经增加到了三层 这下面两层是南瓜 上面一层是西瓜 因为这个刚做好才没多久 所以呢 呃这个收 这台瓜还没长熟 瓜苗还没长熟 然后下面的收获也 其实也不是很多 这里呢也是跟低层一样把水流 往这里具体 然后下面是用这个 告示牌来挡着的 电路就不多说了吧 其实也一样 只是把他这个复位的 复位电路两个坐在左边 一个坐在右边 一个在那里 以后是看比较深 但以后还会有装饰 还有封装功能 不是封装功能 就是用我打算用彩色玻璃把它封装起来 然后那边村民的话 村民上次给那么多 他们也生了 其实也生了很多了 我已经看到了 已经有坏种地了 先把这个僵尸 把这个强劲的僵尸给处理掉 小牛了 有打多少建策呢 用了装 刚才卡了一下 好像这已经生了很多了呀 有 铁匠铺 皮匠 应该会种地 好了那我们现在先把 灰甲穿上 然后 先把牙水收了 这边水箱 这边 收了吧 收了你这妖孽 有两种树就好了 看一下这里都有些什么 他们 他们还在水 这个是 质检师 然后 木羊人 好吧 能为农民 好的这个行程 嗯 这个行程可是个宝贝啊 他之前有12块钱卖一个经验修 这行程 是我一同学 那我们现在就把下面这个地 更一下 那么开始种地吧 现在可以自动繁殖了 先把这个木材 这个不是消费的 比较木材 最近口口有点严重了 这个声音还是很好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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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已经开始封闭了 不错不错 外面有飞机飞过去 有点吵 OK 然后这一部分就帮他们种了 有点卡的 那还可以做一下交易 然后我那边的甘蔗和纸都已经爆香了 那边的话 我改造了一下 箱子 换成四景箱 刚刚老师没空间 他放出来 放回去 好这里是没有这个 这个横圈的 它是陷阱箱 没点放西吧 算不放 待会放到那边就去 然后 好这些是瘦的甘蔗 然后纸在这里 这都 这都已经 背包装不下 等会放点东西回去 这会有点卡的 然后带一点羊毛过去 没有人到后面可以 他是有卖16色的羊毛的 没有人到后面可以 他是有卖16色的羊毛的 这样就会比较好 这样就会比较好 孙伟费不知道好在哪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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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星辰我们来做交易 哎呀这么快我锁上了 这也锁上了 这个 卖啥的 还附加 他可以 嗯 嗯 又锁上了 还有新的交易 还有这个 母养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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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中票锁上了 哎 再来 这个点贵 要不要找着星辰 星辰在这 看后面他买什么 经验修补 哇 保护4 我的天 果然是个极品 这个 火焰复加2 不错不错 我吃纸 我要更多的纸 这就是我的食物 哇 屏幕升级了 都没有解锁吗 好 解锁了 不错了 看一看 星辰还没解锁啊 这个解锁了吗 好了 只能跟你做交易 看到了 钱就是这么来的 52个绿宝石 哈哈 哎 那不同颜色的羊毛 可以跟他做交易吗 不知道 不知道哎 糟糕晚上还没法睡觉 我带我去看一下 然后 又包箱了 好 我先把这张合一下 好 我先把这张合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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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二三 嗯 水桶保健 一二三 好的 戴上羊毛再去看一下 我猜是可以的 因为 因为他交易一般都有 两个 两个那个 物品栏嘛 对吧 应该是这样的 还是没有啊 感觉这个南瓜长得好慢啊 怎么会唔 人毛确实找钱吗 随手关门 我找新城 买了 买了 这件机子 我也没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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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麼快我鎖上了 好 這麼 不錯 不錯 這也可以按手機按鈕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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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什麼 呵呵 不好意思 嗯 嗯 我覺得還要為他 為他點手指 不是手指的男人 不一定是男人 呵呵 4 6 7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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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鎖上了 鎖上了 诶 又鎖上了個小森林 小乖子 來 星辰 你接著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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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真好吃 對不對 蛤 蛤 對 確實挺好吃 好的 44個 來試一下墨洋人 哪個是 就是 算一下 行不行 呵呵 好吧 是不可以的 只能是白的嗎 哇 這樣呢 好像有 好吧 也不行 算了 就這樣 算了 算了我鐵都 鐵索身無解了我都 全都做活塞去 吧 嗯 要是這樣的話 欸 那是 那是皮匠還可以騎馬 耶 鐵套都快爛掉了 沒事 反正有鑽石套 對不對 鑽石比鐵還要多 哦 真書又有幾滴 來 這個又先放回家 西瓜還沒放回去 嗯 好的 那麼村民交易那邊呢 村民繁殖那邊 現在就是 已經弄好了 好 我們這次還有另外的事情要做 我們這次要做一個 直接做一個滿級的附魔台 然後 看看 一定有幾個書架啊 三個書架 16本書 還剩還需要12個書架 12個書架是 36本書 36 已經有16本 還是20本書 哦 26本書 26本書 哦 對對對 直接按數字剪 這樣更快 好吧 直接做了43本 還需要木頭 木頭 哎呀 木頭又不太多了 可能合這麼多看看 我應該是夠的吧 試一下 我知道 嗯 好的 多做了一個還 沒事 放假也當忠實 其實葉書完全可以從圖書院那裡買的呀 對吧 但是這樣太浪了 現在還不是那麼 有那麼多綠寶石的時候 綠寶石放假 哇 這麼快就要兩走了 覆魔台戴上 不行還得戴上木頭 我戴上這個吧 萬一放錯了是吧 然後 暫時就 還是晚上 暫時就先找一個小山洞吧 或者是旁邊這個屋走就挺不錯的 由於剛才錄製軟件出了一點問題 所以那些 之前那些東西 之前那些東西 之前那些東西都沒有路上 嗯 然後呢 剛才我在這裡 這山的 家旁邊 這山上 抠了一個山洞出來 用來做覆魔台 原來 是一個覆魔的地方 然後在裡面 在這裡運起來比較好 看覆魔到了一個摔落 不是 深海探索者3和火焰保護3的靴子 然後一個火焰負加2的覆魔書 一個是摔落保護4的書 嗯 嗯 那麼現在呢 我們把這個 把這兩個 給 用鐵針打在一起 來看看 看一下 不是這個 鐵針 很好 就是這個 而且 我要是沒記錯的話 下一次 附魔我就要附 頭盔的 嗯 水下呼吸3了 水下 對就是這個 水下呼吸3 嗯 還有 六級經驗 鑽石胸甲的話 我們現在也去買一下 正好彌補一下 丟失那級 丟失掉那級的 一些複雜吧 然後 要解鎖它的話 需要一些 然後 加點綠寶石過去 我們解鎖一下那個武器傷 不對 那個盔甲傷 嗯 這羊有點多耶 是不是得殺藥 土豆吃完就得 吃 好 就是這個 欸 你過來幹嘛 你過來幹嘛 今天沒有紙吃啊 我今天沒帶紙 這就行了 先不要弄太多 先弄一個 那慢慢解鎖 欸 長大了 有農民嗎 好像又是 這個漁書 啊 再解鎖一次 解鎖了嗎 哦 又解鎖了 哦 保護翼的重提升 一起啊 來吧 不想再花那麼多鑽石 嗯 鑽石胸甲也買了 其他的話 就算 鑽石護腿和鑽石頭盔沒有什麼 馬上就要升級鑽石套了 這才第四集 很快就沒了 吃點東西 穿上鑽石套的我會有多 多謊言呢 好了 鑽石套了 再來一把 哦對了 鑽石劍還沒有鋒 好了 那麼觀眾朋友們 今天這一集就先 不知道這點 感謝大家的全程關注 喜歡我視頻的朋友呢 可以點擊右下方的訂閱 來訂閱我的視頻 我在優酷和YouTube上面 都同時有發布 還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並且可以關注我的微博和Twitter 這樣呢就可以第一時間 查看到我的最新資訊 那麼今天就先這樣了 各位 拜拜 下次再見囉